新冠病毒肆虐三年已经造成全球超过6.5亿人染疫 而先前在网路上就曾流传一种说法 长得好看的人似乎不容易被感染 虽然没有科学根据 但中国医学专家却认为 长得好看的人自信心较强 自信心能提高抵抗力 根据中国封面新闻报道 中国四川省COVID-19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于德海表示 这样的说法尚无准确的科学依据 但有一定的道理 通常被认为长得好看颜值高的人 个人的状态都会比较好 按照中医的说法就是先天之本足够 吃得好睡得好心态也好 健康状态也会比较好一点 一般来说长得好看的人自信心也会比较高 自信心强心理状态健康 自然能够提高抵抗力 这也是他支持颜值高的人不容易染疫的理论 不过回归医疗专业的角度 于德海提醒民众 平时多运动 多摄取蛋白质等营养食物 强化身体才是对抗病毒的基本之道 身体好抵抗力强 就能减低被病毒感染的几率 就算不幸染疫了 导致重症的几率也会大幅降低 人生福报 综合报道